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曾华德也没有失败 虽然3D原住民立法委员的选票 还没有全部开出 立法委员候选人曾华德 就在竞选总部发表落选感言 曾华德承认这次参选起步的有点晚 再加上没有政党的资源下 选战打得非常辛苦 结果虽然不如预期 但他已经成功表达了他的理念 最起码华德典型了 我们现任的立法委员不能再怠惰 我们原住民的各项的法案 你们不能只有等待 我们更主动积极地来提出 我们原住民相关权益的法案 民众虽然已知选举的结果 但还是留在现场给曾华德加油鼓励 曾华德感谢民众的支持 也承诺虽然无法进入国会 但是仍然会继续服务乡亲 山路虽然难走 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向康庄大道 只要曾华德还有一口气 还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绝对秉持这样的理念 秉持这样的想法 为我们的同胞继续地付出奉献 这次3D原住民立法委员的开票结果 确实显示排湾族群产生气宝效应 曾华德表示他尊重选民的决定 未来针对原住民权益议题 他仍然会提出建言 记者巴朗屏东来意采访报道